子宫肌瘤是女性最常见的肿瘤之一 统计资料表明 30至50岁的女性发病率高达20%至25% 甚至更高 有些女性认为子宫肌瘤是常见病 不爱吃又不爱喝 不去治疗也无所谓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请关注本期吉林卫生 子宫肌瘤你了解多少 关注大众卫生话题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吉林卫生 今天最后我们节目的嘉宾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长春肿瘤医院妇科的崔福勤主任 你好 崔主任 主任好 大家好 崔福勤 长春肿瘤医院肿瘤妇副科主任 临床工作30余年 累计妇科手术万余例 擅长妇科各类肿瘤的诊断 治疗和各类疑难杂症的会诊及处置 熟练掌握各种开腹手术 阴式手术 尤其擅长腹腔镜 公腔镜等微创手术 和妇科量恶性肿瘤的治疗 下面欢迎我们的健康观察员田田田田田你好 主持人好 崔主任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田田田 节目开始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知道在你们女性身上 什么器官是伟大的器官吗 伟大的器官 我觉得应该是孕育生命的子宫吧 没错 这子宫肩负着孕育生命的重任 从发育成熟开始 就在履行着自己的重大使命 直至衰老退居第二线 然而子宫在履行使命的道路上 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相反还要受到来自各种疾病的伤痛和威胁 那我这样说到底对不对呢 主任 现在的妇科疾病的发生情况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那和我们来说一下 随着社会发展的进步吧 对女性整体的健康水平 健康意识有所提高 近几年呢 弓箭癌 卵巢癌 以及内蒙癌的发病率 在逐年的增加 同时呢 子宫肌瘤的发病率 也在逐年上升 那么崔主任 在这么多的妇科疾病当中 男生疾病是比较多发 而且说 需要引起女性朋友来格外重视的呢 那么就当属子宫肌瘤了 那为什么说这个子宫肌瘤 是女性健康的杀手呢 子宫肌瘤呢 它是常见病 多发病 是女性呢 最常见的两性肿瘤 发病年龄呢 分布在30到50岁之间 越零起的女性呢 为本病的高发期 同时呢 为决定起女性的发病率呢 也不容忽视 那么主任啊 子宫肌瘤的发病因素 有哪些呢 一个是呢 高龄 当女性呢 接近绝境起 此一速水平呢 高于正常 卵泡期水平 可能与此云肌瘤 长达20到30年的刺激作用 累积到顶点有关 第二点呢 是流产 多次人工流产呢 可以对子宫内膜呢 产生创上性刺激 从而呢 对机体的内分泌系统 产生影响 导致激素水平紊乱 诱发子宫肌瘤 第三点呢 就是妇科的眼症 主任 那据我们了解呢 在发病因素的作用之下呢 子宫内不成熟的 平滑及细胞增生 形成球形的实质性肿块 即所谓的肌瘤 它可以生长在子宫的 任何部位 而生长部位及大小的不同呢 会产生不同的症状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 我们子宫呢 就是解剖部位呢 从而相对分为 姜末层 基层和黏膜层 如果它长在姜末下的肌瘤呢 就叫姜末下肌瘤 长在肌壁间呢 我们叫肌壁间肌瘤 长在黏膜的 我们叫黏膜下肌瘤 肌瘤所生长的部位呢 它出现的临床症状也不一样 那姜末下肌瘤呢 它就不会影响月经 对月经影响不大 如果是肌壁间的肌瘤 随着肌瘤的增大呀 宫前面积的增加 它可能会出现月经量的增多 那黏膜下肌瘤呢 它的肌瘤呢 无论大小都会影响到月经 这样呢 月经肯定会出现 它的量的增多呀 或者是它不规则的 引到流血 这样呢 就可能会使女性呢 出现贫血 肌瘤长在子宫脚部呢 可以对孙瘤可能影响它受孕 这样你容易引起不孕 即便怀孕了呢 也可能会出现流产 是这样的 可能对于现代女性来说 子宫肌瘤已经不再是 一个陌生的疾病了 可刚才听完崔主任的讲解 我发现 就是它逐渐高涨的发病率 还是让很多女性心生畏惧的 那么这个子宫肌瘤 病的危害有哪些呢 通常呢 会出现月经量的过多呀 会不规则的引到流血 长期出血呢 可能会引起贫血 严重了呢 可以出现一个面色苍白呀 浑身法力呀 或者心慌气短的这些症状 影响患者身体健康 如果控制不及时者呢 甚至会导致缺氧 晕厥 猝死等严重后果 专家强调 子宫肌瘤多发于育龄期女性 若不及时治疗或影响生育 因此 子宫肌瘤最好早发现 早治疗 以预防为主 若发现身体异常 应该及时检查 子宫肌瘤的确诊呢 可以根据患者的病史 体征来进行诊断 大多数没有太多的困难 超伤呢 是常用的辅助检查手段 能够区分呢 子宫肌瘤和其他的盆腔肿块 和子宫症可以准确地 判断肌瘤的大小 数目 以及它的位置 如果有需要呢 还可以选择子宫的 这个弓腔镜啊 腐腔镜啊 或是子宫输入管造影 来协助诊断 与其他的妇科疾病相比啊 子宫肌瘤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很多患者 由于不了解这种疾病的症状 从而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使自身呢 遭受了很大的痛苦 那么我想问一下主任 这种病啊 我们到底该怎么去治呢 目前的治疗呢 不太主张保守药物治疗 药物停止之后呢 肿瘤会长得更快 目前呢 手术治疗呢 有几种方式 一个是经浮手术 再也就是公强镜手术 还有个浮强镜手术 再也就是经阴道手术四周 甜甜 你知道对待疾病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吗 我觉得应该是遵医主 不听性谣言 保持乐观的心态 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是 一点都没错啊 可是有一点 我们也不得不说 就拿咱们今天 这个子宫肌瘤来讲 有些女性呢 通过体检 发现子宫肌瘤之后呢 这精神就特别的紧张 惶惶不可终日 总认为 这子宫上长瘤子了 那是个大病 我想问一下主任 这种对待疾病的态度 到底可不可取呢 正确认识子宫肌瘤啊 对其治疗呢 十分重要 然而许多女性 在治疗的时候 就常常陷入误区 不仅难以取得满意的效果 还增加了对身体的负担 那子宫肌瘤的三大误区呢 都有啥呢 一个是 患子宫肌瘤以后呢 说只能切除子宫 这个我们目前呢 子宫肌瘤的治疗方法 不是唯一 不是说一切就解千臭 尤其是有生育要求的 想要保留子宫的女性 要选择呢 伤害最小的治疗方式 再一个误区二呢 没有生育要求的 可以切除子宫的 所以子宫呢 是女性生育系统的 一个重要器官 不仅仅是愿意胎儿 还和女性的那份蜜呢 密切相关 子宫切除之后呢 许多女性就会产生精神压力 甚至呢影响性生活 降低其生活质量 所以子宫肌瘤患者呢 一般的不能轻易地 切除子宫 就是误区三 绝境后呢 子宫肌瘤就会缩小 这样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子宫肌瘤呢 它增大 都容易呢 引发月经的过多呀 连离不断的流血等情况 最终呢 会导致患者贫血 而长时间的贫血呢 会影响心脏 严重呢 甚至造成贫血 心脑病 所以呢 子宫肌瘤治疗呢 要以肿瘤的大小啊 位置啊 或者患者的症状 年龄 以及生育情况 为依据 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在这里 吉林卫生提醒女性朋友们 子宫影响着女人的一生 她需要细致的关心与呵护 否则很多疾病 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 趁虚而入 那么主任 生活当中啊 女性朋友们要该怎么做 才能够不让这样的病 来找上自己呢 嗯 这样有几点啊 妇女呢 在经期及产后呢 要特别注意心情舒畅 情绪要稳定 尽量呢 减轻来自工作 学习 或者生活中的 各种竞争压力 学会自我调整 注意保暖 加强预防子宫肌瘤的方法 学习 第二点呢 避免过于肥胖 子宫肌瘤形成呢 与长期的大量刺激素 刺激有关 因此呢 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坚持呢 低脂的饮食 等呢 对子宫肌瘤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三点呢 是定期呢 去医院复查 如果发现子宫肌瘤呢 一般呢 都三到六个月复查一次 如果肌瘤增大 比较明显 出血严重 则应该进行手术治疗 第四点呢 要保持乐观的心态 心情愉快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啊 应该注意调整情绪 防止大怒啊 大悲啊 多思多虑 应尽量呢 做到呢 知足者常乐吧 性格开朗 豁达 避免呢 过度的劳累 要想宫中少事便 不能等到 兵临城下 才开始防备 要从现在开始 坚持个人卫生 科学饮食 劳逸结合 保持良好的心态 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定期检查 这样才能够做一个 漂亮的女人 和健康的妈妈 好了 本期吉利卫生 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